新的一年 可能有些人会考虑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这就是我在Office看了几个星期后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视机 全新Samsung S95B OLED电视 对于初学者来讲 这不是传统的OLED电视 而是Samsung首次将OLED电视技术 和量子点技术结合在一起 而且由于QT OLED技术 它不像其他OLED电视那样 使用普通的白色指向素 与其他OLED电视相比 可以看得出更明亮的色彩和画面 你看它的色彩的对比 是如此的生动和鲜明 红色 黄色 甚至黑色 都是我以前在其他电视上 未曾体验过的 黑色对于OLED来说很好 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可以完全关闭像素 这就是使颜色对比度 脱颖而出的原因 但真正让这个电视差异的 不仅仅是黑色的对比度 还为你提供了你想要的亮度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以它的色彩对比度和亮度来讲 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电视机之一 下功能 例如由20个不同的量子神经网络 完成的Brilliant 4K AI Upscaring 和新升级的Real Deep Enhancer 其量子神经网络通过对象区域 检测分析和增强图像 确保你在Next Week节目中 获得最佳4K的画质体验 想要图像质量 正如我提到的 QT OLED可以提供更明亮的图像 它以某种方式提高了亮度超出了应有的水平 所以 Samsung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固件更新 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图像模式 那就是Firm Maker模式 它可以提供更准确的图像亮度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个人喜好 对我来说 Firm Maker模式具有最佳的色彩准确度 这也是我这段时间看电视时用的模式 另外这款电视还具有清洁观看和看反射功能 所以无论我坐在哪个角度 都能好像坐在sofa中间看到相同的画面质量 从整体看这一款电视机 它的超薄设计外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可以从侧面角度看到这个电视机是有多薄 以及后面的板是有多平坦 当然这次它没有附带一体机 也就是说所有的输入输出接口都是在电视的背面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美学设计也更好 靠它的Remove Control可以使用太阳能 无线电波或者是USB-C来充电 真的很喜欢它带来的便利 最重要的是还不需要更换电池 至于音质呢 就让你们先体验吧 你是不是觉得音质很棒叻 更好的是如果你家里已经有Samsung Sao Bar 你就可以通过Q-Symphonic模式 同时无线连接它 游戏方面 这款电视配备4个带HDMI 2.1全带宽的端口 支持高达4K 120Hz的刷新率 提供超级流畅的游戏体验 而且Samsung Gaming Dashboard 还可以让你在玩游戏时轻松访问某些设置 总结来说 这款Samsung S95B OLED电视让我眼前一亮 同时还有两种尺寸 我们这里的55寸还有更大的65寸 售价就从10,409块起 不知道大家对这款电视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 我是Apple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